好 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今天的第四场国产三岁纯绪码系列常规赛1000米的比赛 分别为 一号码合力复兴 二号码能通天下 三号码奇迹东兴 四号码新盛风度 五号码华语离岛 六号码玉龙新贵 七号码仪表堂堂 八号码华语飞红 九号码奇迹公主 十号码永强神奇 十一号码语人玫瑰 十二号码东风二十六 十三号码如飞 以及十四号码烈火焦阳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第四场国产三岁纯绪码系列常规赛 1000米的马匹亮相准备开始了 好 我们来看到 首先画面中间的是一号码合力复兴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宫码奇迹陆江峰 练码是温良生 码主是合力码 业它的腹豹是57公斤 位于七号站 二号码能通天下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宫码 骑师双英练码是张明亮马主金中凯 腹棒57公斤位于五号站 三号码奇迹东兴来自中国的三岁 赫六色母码骑师陆金贵 练码是张明亮马主牛服东 腹棒55公斤位于五 八号站 四号码兴盛风度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宫码 骑师萨姆哈尔 练码是河一鹏马主是杨小陈 腹棒57公斤位于九号站 然后是五号码 华语李党来自中国的三岁 绿色母码骑师 何显飞 练码是牛文管马主是华语码 腹棒55公斤位于十号站 六号码 玉龙新贵来自中国的三岁 鹤六色宫码骑师 李方格 练码是四十股愣马主 玉龙码也腹棒57公斤位于十一号站 七号码 一表堂堂来自中国的三岁 六色宫码骑师卫云中 练码师徐富强 马主鱼龙码也腹棒式 57公斤位于十二号站 八号码 玉龙飞鸿来自中国的三岁 鹤六色母码骑师 奥白云 练码骑师奥白云 马主怀于马业腹棒55公斤 位于一号站 九号码骑师公主 来自中国的三岁 绿色母码骑师 马联海 练码师张明亮 马主石牛浮东 腹棒55公斤 位于四号站 十号码 永强神奇来自中国的三岁 绿色母码骑师 人青伦珠 练码师鹿汝文 马主石李永 腹棒式55公斤 位于十四号站 十一号码 玉龙来自中国的三岁 鹤六色母码骑师 田兴华 练码师 许富强 马主 徐龙码 也腹棒55公斤 位于二号站 十二号码 东风二十六 它是一匹来自中国的三岁 绿色母码骑师 鹿真迹 练码师六二端 马主石鹿忧通码 也腹棒55公斤 位于六号站 十三号码 如飞 来自中国的三岁 绿色母码骑师 天然团 练码师 何阳寿 马主石周小强 腹棒55公斤 位于三号站 以及十四号码 烈火焦阳 来自中国的三岁 绿色母码骑师 李永昌 练码师 李永昌 马主 冯长慧 腹棒55公斤 位于十三号站 闸门打开了 比赛开始呢 所有的马匹都是应声弹出 目前稳步向前的是一号码 何力复兴旁边是三号码 奇迹东兴 说一上来的一匹码呢 是六号码 玉龙新贵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些码呢 都是在一直的 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还有四号码 兴盛风度都已经 三匹码是并驾骑区 第二个集团呢 是三号码 奇迹东兴 还有紫色彩翼的七号码 宜表堂堂 两个码位之隔的呢 是十四号码 列号焦阳 还有五号码 华语里岛 马匹已经过了 第一个弯道 再向最后的弯转直 做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 目前呢 还是合力复兴 排在本场比赛的第一位 然后是四号码 兴盛风度 还有三号码 奇迹东兴 已经三匹码率先 是过了弯 再向最后的直线冲刺 冲刺 好的 我们看到骑师呢 已经开始挥边催马了 马匹像离弦之剑一样 开始往前中 还有一点机会啊 最后的三百米的 直线冲刺阶段 看到的是 三匹码的差距 不是特别小啊 究竟谁能够夺冠 未可知 但是目前看到的是 合力复兴 没有机会了吗 合力复兴 飞速的孩子 陆江峰 特勤率先冲过了 比赛的终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四号码 兴盛风度 好 我们来接下来公布一下 这场国产三岁 陈旭马戏里长 归赛千米的比赛 成绩第一名 合力复兴 骑师 陆江峰 练马师 温良 生 马主 合力马夜 最终成绩是 1分03秒26 第二名 兴盛风度 他的骑师是 萨姆哈尔 练马师 何一鹏 马主 杨小晨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3秒39 第三名 骑机东兴 他的骑师 陆金贵 练马师 张明亮 马主 牛浮东 最终成绩是 1分03秒71 1分03秒 1分03秒 1分03秒